上几期的视频我们已经看过了 Altris Wansamaju 以及了解到周边的环境 那么本期的视频将带大家看一看 Altris隔壁两条街的双层排屋 早期我们对于整个Wansamaju的认知 都是由大部分的Landed Terrace 和部分的Affordable Flat 人民主屋所组建 而且房价也相当便宜 当然也因为这一个地方 就在KLCC的隔壁 Tar College和MIA音乐大学的存在 也是引来了大部分大马各地的学生来到这里 还有方便来回一个市区的LRT站 也在这边 造成部分发展商也开始看到了商机 就投入这里来建造大量的公寓项目 价钱也慢慢的上涨 现在要购买这一区的新项目 恐怕都要从600块到700块一方尺马币的价钱起跳 但大家也不要那么快灰心 因为如今我们在这一区还是能够找到400多到500多块一方尺的房子 也就是大约500千处的价位 而且还是大马人最喜爱的最后Landed Property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双层排屋 大概的尺寸我所知道应该是15x60尺 厨房没有Fully Extend 所以后面的空位估计大约有10尺这么长 房子的外面这一条路并不宽 但是路旁我们还是可以停放一台车子 车位大概有19尺长 那单位里面看样子也只能停一辆车 除非在门的部分我们做一些改造 那么勉强可以再进多一台车子 业主搬出去前我相信也是做了一小部分的修补 比如重新刷器 还有换新的插座 然后浴室方面也是有翻新过 客厅的大小是15尺宽乘19尺长 我们去掉楼梯的3尺宽 客厅所剩余的也只有12尺宽 但也比一般现在新楼盘小户型的客厅大2尺 因为现在很多新项目尤其是七八百房子 它的客厅也只不过是一个10尺宽而已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传统了 楼梯旁还有窗口上有很多vent blocks 通风块 这也是在马来西亚的老房子才能看到的东西 通常现在的房子都是使用mechanical ventilation 或者是比较现代的一种 没有这样老土的那种通风块 作为室内的空气流通 整个单位我们可以感觉到很弱很原始 那你可以看到墙上的水管 甚至18世纪使用的Terrazo水磨石地板 和厨房的Mozak马赛克地板 其实我看到现在还有一些房子开始流行复古的设计 也把原有的马来西亚味道带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房子稍微的touch up修补 然后引进一些复古元素的家具和灯 那就能翻新成一个很经典的房子了 你看现在很多咖啡厅都有这些复古元素的室内设计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在新的公寓 这种复古的设计你是完全带不进去的 因为整个楼盘都很新 突然间有个复古的 感觉好像是硬硬来 但相反如果你去找这些旧的物质 然后重新在反省人家外面看 哇好像很新 可是进到去它的东西全部是新兴 但是又保持了原有的味道 太有趣了 我们现在从客厅走到去厨房那边 你可以看到地板跟地板之前的用料有一些转变 那意味着空间的转变 这里的尺寸大概是有15尺乘以12尺长 在当年的时候 不管是厨房还是浴室墙的磁砖都不会到顶 而且它只是到墙的一半而已 我们以现代的设计美观去看 就好像工程做到一半就停工一样的感觉 这是厨房的通风墙 厨房这个窗口我到现在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 Lewis Window Frame白叶窗 那现在一些新的项目 如果他们想要搞一些复古的话 也还能够找到这一款式的窗 但是夹着那片玻璃的frame呢 都是使用塑料的材质来防止生锈 从这里看出去呢 就是厨房外面有多出来设斥的地 可惜我没有后门的钥匙 只能从窗口这里拍给大家看 Zoolander后面多出来的地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把厨房挂大出去 除非你想要在后面种菜还是什么 那就保持这样就好了 这是厨房的厕所里面啥也没有 but看得出业主在磁砖上也进行了翻新 所以接下来你们就很好设计了 那楼下大约就是这样了 接着我们上去二楼看一看 其余的三个睡房 反而这里的地板 业主没有给它安装任何的磁砖 也就是保留了原有的水移材质 这种情况其实 尤其是在比较老旧的人民组屋 flat就能够轻易的找到 因为cost efficiency嘛 你们可以看到天花板不是平的 而且整个斜度是随着屋顶的角度好 而且每一个房间上面都有一幅床来 让更多光线和空气流通 这是另外一套睡房啊 大概它的尺寸也是一样 唯有主窝才有自己的浴室 还有阳台 就在浴室旁边有一扇门走出去 就是阳台了 那在阳台上面呢 还搭上一个旅棚架 来遮挡阳光的直线和雨天 单位看出去的方向是朝西 我大概看了看这里周边 感觉华人好像比较多 前面角落单位是一个华人寺庙 好了单位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我就会带你们周边看看 你看附近有什么样的店铺可以让你在长期的生活里面 带来什么样的方便 那镜头看右边这一个就是寺庙 那前面望过去 这一堆就是上的 Avila Lexar Ferra Hanna 还有Altris 这个都是一些在发展着的项目 那就从这一个双层排屋走出来 旁边还有一些店铺 当中有马来当口啦 洗衣店啊 还有这个什么泰式火锅 我们就刚从这个店铺走到过来 那么那一栋呢 就是Residency H-Court 我们在网上走Lexar那一边的楼盘 楼下也有更多的店铺 但是目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我所看到的只有妈妈当 牙医 美容院 中医药管 这一些都是在五分钟 或者甚至三分钟 走入都能找到的设施 其实如果你还要找更多的店铺选择 我们就从刚刚房子那边走出去 这个新发展区啊 同一条路我们反方向走 再远一些就是Jalan 34 Srog 26 那一边的旧商区 起码你还能够找到 华人茶室 西药店 这个诊疗所 修车店 小超市和Mr.DIY 这一区就比较繁忙 而且选择也多 如果周末你还想要去附近的商场走走 那么在那一堆新发展区啊 在上一些越过两条大马路 就能找到Aion Big 或者是Wangsa Walk 当然那边还有更多的商区和店铺 这里也有3Rampi的LRT站 需要五站 五个站就能到KLCC了 学校的话700米 其实就在隔壁而已 就有一个SMK Series Rampi的中学 那么Tar College 就是在6公里9分钟的车程内 也都能找到 Fairview国际学校3.8公里 也就是8分钟的车程 这里所以说 大部分都是以马来同胞为主 如果你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需求 那么这一区其实它的生活费也并不会说太高 而且基本能够找到的店铺 都能解决你平日的所需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的经济上的限制之下 想要拥有一个双层排污 那么在下面的WhatsApp link 你可以点进去和我们聊上几句 我们到时见